你是這個 好這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Lexus把LBX第一次的展出了 這台車基本上它就是 日歸YARDS CROSS的高級版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 Lexus他們現在的一些經典設計 比如它仿身的頭燈 然後這個仿錐式的水箱護照 然後它的車長相當的短喔 不到4米1 大家一定很好奇 後座空間 先開行李箱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電動尾門的喔 可是咧 行李箱 其實這個深度還算可以啦 這個垂直高度也OK 但這一塊杖板稍微看起來比較 單薄一些 比較可惜的是你可以看到 它沒有平整化的行李箱傾倒 這個卡是蠻深的喔 它的內裝相當有科技感喔 數位儀表板 然後中間有個大尺寸的觸控面 還有這個線傳的排檔桿 這裡也有無線充電板 整個前座就是Lexus新一代這個 Tazuna的環抱式設計 比較可惜的是啊 雖然說它因為那個體型的關係 後座相對來說 稍微局出一點 比例比較直挺 但是西部的空間 還是有一個拳頭左右 那頭部的空間呢 大概也有2到3指幅 我覺得以這個尺碼 就是4米1左右的車子來說 還算是足夠的 而且這裡還有充電孔喔 然後它的門把呢 跟新一代的這個 NXRS一樣 都是電子式的門鎖喔 那目前的預售價呢 是133到172萬 有5個車型選擇 那預計在1月中心就會上市 NXRS NXRS